很多人曾經說過這樣的話,我都不例外,就是香港福利太好了,一定不會餓死人。 但我相信以後沒人再敢這樣說了。 日前,秀茂萍村發生一宗倫常慘案,兩名分別55歲和53歲的兄弟被發現倒閉家中,懷疑是餓死? 因為兩個人都是智力有問題,而且不能自理,過去一直跟媽媽一起住,由媽媽獨力照顧。 近年,媽媽患了腦退化,今年5月更因病入院,沒有人照顧兩個兒子, 智障的兄弟不懂得求助,吃完家裡的食物後懷疑困在家裡,鑑生餓死。 每次社會有鞋人聽聞的死人倒閉時,大家總會第一時間問,為何會這樣呢?誰的錯呢? 勞福局長孫玉涵兩次重申,政府的社會福利處和其他社福機構沒有這個家庭的求助紀錄。 雖然說的是事實,但難免令人覺得,政府又第一時間卸責了。 一個七十多歲的腦退化媽媽,照顧兩個五十多歲不能治理的智障仔。 這樣的個案,全港竟然沒有一個社福部門或是志願機構處理和跟進,本身就是一個大問題。 其實細心研究,這個家庭的狀況並不是沒有人知道的。 兩兄弟由2004年至2018年十多年間,一直在九龍東醫院聯網精神科專科門診覆診, 而媽媽確診腦退化亦在公營醫院,即是說,醫管局都有他們三口指的檔案。 再者,一老照顧兩個傷殘的,家庭完全沒有收入,靠中緩過活。 而三母子,住的是秀茂平村公屋單位,又是屬於房署的管轄範圍。 換句話說,起碼醫管局、社會福利處、房屋處等幾個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都有他們的檔案。 但大家習慣各自為證,還有香港人喜歡說的私隱呢?於是,各個部門各有各做,出了事就不關我事。 如果你將他們視為數字,你不會看到有問題,但如果你將他們視作一個人,甚至一個家庭, 你就會想想,七十多歲要照顧兩個五十多歲的,是否需要關注一下呢? 更何況那個七十多歲,是有認知障礙的。連邁的母親入了公立醫院, 正常情況下,應該會告訴醫護人員聽,家裡有兩個兒子失去照顧。 為何沒有人將事件轉介醫院社工呢?每次有社會慘劇發生,局方通常第一時間強調, 這個不是社署的個案,先將責任推卸先。 但其實,能夠發展成人間慘劇的家庭,如果竟然不是社署手上的個案, 那麼政府的責任豈不是更大?香港智障服務人員協會理事李美賢認為, 當中是否有人視而不見呢?媽媽拒絕服務,是否就不跟進個案呢? 是否需要探討一下她拒絕服務的原因呢? 宣局長時候補充說,政府將會推出照顧者支援專線和資訊網站提供協助。 關外隊也會多做一些家訪,識別隱蔽的個案, 又呼籲倫理,多行一步互相問候提供協助。 其實,多行一步的又豈不是倫理呢? 如果每個政府官員對手上的個案都看多一眼, 走多一步,想遠一點,結果應該會改寫的。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,請你按like和share給身邊的朋友。 想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,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和按鈴鐺。 多謝大家!